高雄的齐山带您去一个过去几天媒体比较少揭露的地方 在齐山镇齐尾的南辽港 这里因为比较偏远 所以他们的灾情没有传出来外界 重建进度也比较慢 慈济志工前往关怀的时候 发现路都还没有通 直到这一两天 终于有小路可以进入这个地方了 志工前往挨家挨户的访试 最为重要的是了解受灾相亲 眼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一车一车的大卡车 载运淤积土石 湾区变形的工作车 可见水流力量之大 爸爸水灾 男子线西溃体 汽水夹带土石漂流木 冲进居民的家 这里是齐山齐尾的南辽巷 当时水烟一层楼高 国军出动大型机具清除道路 这两天才把道路抢通 慈济志工的关怀脚步就踏进了巷子里 我们站在门前面碰上 我到这里就没开 他说我没开 他说我还要停 说起水灾当时的情况 阿嬷已经不那么恐惧 但是一想到家里两个小孙女 马上就要开学了 老夫妇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两个都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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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我们就都有这个 这个人给他打起来 慈济志工再度拜访南辽巷 爱家爱护调查 受灾家庭 孩子的就学情况 安抚家长担忧的心 水灾家园 水灾家园 到一直没有 一直都站起来 我要说还好我们家的都平安 亲情都在 这个时候是凝聚在一起 最好的时候 本来两个做得完结 现在还没完结了 告诉自己 受灾了要赶快站起来 慈工也送上福惠珍州 祝福大家早日走出风灾 更能帮助别人 戴新闻 中文秀里 俊威高雄报道